国化国中近年来积极推动国际教育交流 今天接待来自新加坡的新明中学跟协和中学40位师生 由于三所学校都有女子排球队 所以特别安排学生以球会友 用友谊赛来交流球技相互学习 而校方也特别开放学生观摩球赛 唱编加油声不断 国华加油 国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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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活动除了是以球会友之外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新加坡的文化 那我相信今天不是一个结束 它是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开始 那学校也筹划利用暑假的时候 会飞航这两所学校做一个友谊的一个比赛 学校有比较多东西 技术可以通过这种比赛更进步一些 不错啊就是可以体验别国的打法 然后就精进自己的接球攻击之类的 国外的就身高优势比较好 然后所以就攻击上篮王上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防守就要再进步 宜兰呢风景很好所以就想来这里看看 然后国华国中也听说他们的排球队很强 然后他们也很热烈的欢迎了我们 邀请我们来这里 希望呢过了今天能建立起比较深刻的友谊 然后接下来呢有机会的话 在明年然后接下来也一样能再次来这里交流 除了三所学校做女子排球交流外 国华国中的教学团队也安排了木工以及科普的课程 让新加坡的中学生动手来体验 感受两个国家教育课程上的差异 而学生们对于台湾人的热情印象深刻 我们也安排我们的冲刃课程 另外因为国华国中有数理自由班 我们数理自由班的学生们呢 也准备所谓的赛恩师创意秀 带领我们这两校的学生做相关的一个 趣味科学的一个体验 做国华国中的球衣很好 然后希望这边的学生可以 跟我们学生也很好的切磋 然后让他们学习到多点东西 这边课程都很有趣 他们来这边学这些科学的课 跟我们新加坡的有点不同 可是我们的学生都觉得 这边的学生都很热情 都很有善 希望他们可以多多的交流 我们的课程不包括这些 所以我觉得很新奇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些课程 台湾人很热情 然后刚刚我们来国华国中的时候 他们都很热烈的欢迎 然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为了深化彼此之间的国际教育交流 新加坡西明中学协和中学 也已经邀请国华国中明年7月份 到新加坡参访 不只强化排球运动的交流 也希望在树里语文自由教育上 可以互相取经 让宜兰学子的教室不仅在台湾 更可以放眼全世界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 李宗盛